你這次兩位都不容易 你這次抓起來 你這次抓起來 你這次所謂要灌漿 要壓力灌漿 你算是要抓起來 因為你如果 黑白管 你沒有抓起來 切一切 做一切都做一切 他要灌漿都做一切 老公 都做一切 老公 你如果 沒有處理好 就這樣 講話 林芳很累 因為那個酒 有壓力 壓力管 如果你有壓力管 走的 頭腳也不像這樣拼著 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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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方 你如果不在裡面怎麼走 你不在裡面怎麼走 會發生什麼問題 會發生說 你如果旁邊沒有處理 你的邊界也沒有處理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 會損林 損林王 好 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有方式了 你現在已經住在那裡 好 你現在就有了 你就管他 你一直住在自己 沒有可能 就是你的房子 沒有地生 你自己先裂的啦 生理啦 儲生理就對了 我不會聽 不是 因為那個管的 會不會走在家裡 自己的那個 呈現不經營 就會造成他 他裂了啦 對不對 不經營呈現 就造成他裂了啦 所以 如果我的房子已經在那邊 你家裡已經不在家裡 對不對 你家裡已經不在家裡 你就不用拆掉了 生理就對了 對 不然你就中 你不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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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家裡 不在家裡 我現在要中標就是這樣 不在家裡 不在家裡 我要強調的是什麼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對不對 而且他也已經這麼久了 其實 也已經這麼久了啦 就是說 已經這個 這種台語盆地的這個湖 不知道他說幾百年前嘛 所形成的嘛 這個土地是幾百年形成的 這個如果成績夜久的話 對不對 因為他經過了更多次的地震 他一定經過很多次的地震 越來越紮實 他越來越紮實 因為 大家說地震 哇 我的地震 像現在台大平 有啊 現在我那樣不知道 不對 那現在基礎土 土比較好用嘛 土比較硬就對了 變好就對了 所以 這個東西呢 其實 我們也沒辦法 我們如果沒辦法 可以跟 預測說醫療的一樣 現在問題本來就是這樣 我的預測醫療是怎樣 對不對 我現在知道了解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但是我要減掉還是點 就是說 在世界 產生液化非常嚴重的地方 其實 講到土壤的液化呢 其實都是什麼 講到土壤的液化其實都是什麼 裡面的水管 瓦斯管 油管 壞掉 因為液化以後 你那個變成是 那個什麼 那個所謂流沙嘛 那流沙呢 他的密度變成2嘛 你的瓦斯管 油管 你那個密度 他的 他的重量可能會比 你的密度不到2嘛 我們水是1啊 但是液化以後的土壤是2啊 他會怎樣 會浮上來 他會刷牌 有給他撲去的 有的地方沒有浮 有的地方有的浮 那就是會登機啊 這大小嘛 水管 油管都要 瓦斯管 對啊 然後還有就是什麼 因為你這個管會接到什麼 譬如說瓦斯管會接到別的房子嗎 那房子因為液化它會沉嘛 會沉嘛 那沉就 你的街頭就拆開了 所以液化接下來最嚴重的就是大火 那是公共設施的部分 那就是政府要去處理 你根本要在討他 所以台灣這兩次大地震921那個資產 都半夜都沒有人在煮飯 這真是 對啊 像剛剛老師你又講到瓦斯的問題 我發現現在還是沒有人在服務這一塊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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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自來瓦斯的管線 像我們以來就是都通常 那像這樣 大家在看醫法 應該瓦斯公司就要出來做一些看 有些我們去問很多大樓 不知道那個瓦斯總管那個開發站 那是公共安全的這個 公共瓦斯公司要從源頭去關 對啊 要從源頭去關 我們在這裡沒辦法 他應該要出來交導這些 沒有沒有沒有 他要從源頭關 東京他們是做到 做到家戶有一個儀器 只要地震超過幾級是自動關 是每一戶都關 對啊 他說你只要有一戶都他就燒火 對啊 可是他們是做到每一戶都有一個 對啊 其實 其實液化產生災害都是貴的 然後那個東京的瓦斯公司的總管理處 他們大樓房證 房證裡面那個總管理處的那個房間台法證 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是基本上是公共安全的問題 然後裡面的電話不是用電話直通 液化會產生災害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點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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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房子一樣也不知道 但是房子喔 因為液化在蓋房子 房子在蓋房子 他的速度很慢 搞不好一天或是半天 你如果說會不會走就對了 他就慢慢停嘛 他不會說像這 這次違反大樓 或是上次要當天大樓 咬一下 整個都要打下來 不會這樣啊 他不會這樣子啊 但是你房子會壞啦 這個我必須要強調的 房子是水 如果液化的話房子會壞的 但是對人命 我講的人命 貴產是因為損失 但是人命的損失呢 基本上在世界的報告裡面 也非常罕見 所以就是平常如果有去注意 我們是過拆放到其他幾個 好 對對對 這邊要請 我們處門派 這我同意嘛 這我同意 來 好 就是 不好意思 因為那天2月最後的會 我有去啦 但是因為那個 他說的地址法的部分 是因為敏感是需要鑽勘的 那鑽勘他需要一些比較 因為技術師或是所有 其實工會那邊 他們要去進行一些相關的 就是探測 對 那對於那個業主 就是需要 就是要花一點地址費用 但是他們的立場是 那個鑽勘 其實在認定了敏感區的時候 相關地址資料 其實都已經很完備了 對 那些完備的資料 能不能夠釋出 或是說能不能夠 那個 讓大家有償去取得 這就是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拿來 跟老師討論一下 就是老師有提到 剛才您有說到那個 有些鑽勘的資料 對 或是說有些那個 工會他們出的報告 對 會因為專業 會因為 就是總之做假資料來去 就是 去做一些 不是很好的 就是 反正是去幫忙掩飾嘛 對 那這些東西 不曉得說能不能用這種方式 就是 一方面是以可以公告有償取得的方式 去跟 就是 去拿資料就可以了 對 因為畢竟有一些專業性的東西 像是 環評的委員們 他們一定能了解 對 那所以有些 專家資料送到環評委員會去 他們也無法判斷真偽 那這些東西 如果說有一個 公開資料庫 不能夠去對照 然後讓這些人 能夠去判讀說 它的準確性 是不是 會有助於這個情況 有有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就是有關於 建築法規的部分 專業判讀 其實因為以前的 建築法規 在那個計畫提出的時候 就是直接去 就是申請取得建築 對 那中間後來有加入一層 就是要經過結構計時這邊的 就是認可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可以的 對 那我們其實在一個 比較不專業的理想上 來去設想說 那是不是結構計時 或是您所謂的大地結構 大地結構 大地結構 他們的 在裡面的權責加重的話 是不是有助於我們對於建築法規 或是人民安全的保障 好 謝謝 第一個先講資料的取得 本來所有的資料應該是公開的 好 那其實我就以台北當歷史 台北常常在蓋房子 那蓋房子呢 你只要是蓋大樓 蓋集合住宅的話 他有規定你多一點要轉一口 多一點要轉一口 多一點要轉一口 對不對 而且賺羅生 他都有規定 都規定了他 好 那我在想 地教授為什麼不敢拿這些資料 地教授所所拿的資料 一定是公共工程的 還有就是什麼 捷運用的 地教授不敢拿這些資料去判斷 對 民間的 我那天有拿建築物法規裡面有講到 就是每那個600平方公尺的基地裡面 每300平方公尺要做一個點 你現在在說的不是這個 你看 對啊 民間做 有可能做假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對 民間就有可能做假 也聽不懂 買報告啊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對啊 他有可能 他不敢拿民間的啊 所以 他必須要怎樣 他有的 他可以公布的 他應該要行不公布 我認為 而且這一次 這個就是說我們 大家也要共同努力嘛 要他全部公布嘛 對不對 要他公布 但是我要想 你需要再重做 對對對 拿這個 他那個做的距離都很遠了 恐怖很遠 所以你還是要在地方做 還在那裡 你那個地方在做 不知道這位小姐是哪個團體還是單位 我們是團體 我們現在聽老師講嗎 對 是我們實際目標不要解釋 好 好 這個就是說應該公布 但是這個公布以後 你如果在這裡要做工程的話 在某個地方的工程的話 你一定要再做自己做細組的傷害 要做比較詳細的 這個必然的 一定的 這是我們建築法就是不一定的 好 第二個你說 是不是要讓結構技師 全責加重 全責加重 好 在一個合照上 因為我太多朋友了 是土木技師和結構技師 基本上是這樣子 他們現在爭取的就是要全責加重 但是全責加重的最後是誰 他們都沒公布 他們要分到更多的資源 這個是 這個是他們要的 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嗎 你記得啊 就是如果在合照上面 就是加重對於就是結構技師他們的專業的 哦 他們專業其實他們認為 譬如說我現在講 他們現在一直強調嘛 你的這個所謂的建築師監造 他認為結構很底下結構技師來宣造啊 好 那 因為現在建築師是譬如說十二層樓 五層 現在所有的建築都十二層 三十六公尺以下可以找統統計師嘛 就是三十六公尺以上 你是一定要找結構技師嘛 所以大概是十二層 大概十二層 大概十二層 對對對 他要找結構技師嘛 對不對 好 現在就是說 他變成是找他們來做嘛 做結構嘛 對不對 找他們來做結構 做完以後 跟技師完全無關嘛 啊技師現在要求的是什麼 到時候你結構的建築也是要由我來建築 現在結構技師跟十三層 啊 十三層要讓他 對對對 他要求這個建築 那這建築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要求這個建築 他後面的一個原因是 他有這一個工作以後他就可以怎樣 分更多的職業 他主要問題在 沒有我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在裡面 我很清楚啊 就這樣他要分這個更多之言 那你說他們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啊 怎麼會 他們專業對結構的專業就是 建築是好很多 對 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以這樣子的專業性再加注 在那個建造的核發上面 就是讓它的權重加重 對 會不會有助於我們的建築的一些安全問題的改善 好 那你要這樣講 我當然答案是正面啦 是會的啦 但是我要強調的說 台大 不是 台灣現在 其實要先改進的是建築文化 是文化的問題 就是譬如說這一次是戒牌 對不對 戒牌的問題 你剛剛有講到一句話叫 專業的腐爛 專業的腐爛 那我從去年開始因為 幫一個朋友處理一個 這個休閒農場 我才發現喔 我們以前說講的 最大的過濾者 最大的過濾者 就是家的所謂的專業監證 好 就是家的專業監證 你說 我們要求 譬如說現在大家要改那個 建築法 十三條 對啊 他還要去分一百坑 對啊 分一百坑是 隔壁的啦 隔壁的啦 你這個建築是套菜 五顆粒嘛 你就是 隔壁的車 還要多一筆錢 我講一個 我親身的鼓勵就是說 因為我那個是在山坡地 然後他 山坡地的開發 就是 我們過程裡面雜見 合併的話 水保計畫 可以合併辦理一下 但是因為 我們在做 做那個雜像的時候 還不知道 後面的建築要怎麼 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就 採取雜像分離 就是雜像執照跟建築執照分離 法規講 雜像合併 我要做一次 沒有講分離的時候 要做兩次嘛 結果 我們就在 按照規定就是雜像 一定要做水保計畫 裡面有的什麼 地質專當的 有的沒有 都要做 要去清使照的時候 跟我們都要 還要拿兩萬塊出來 簽 簽進去 那個結構分析 地質分析是他做的嘛 之後就說 我叫你簽一遍 簽十遍 你也要打簽十遍 對不對 來 要去清雜像使用指照的時候 簽一遍 來 兩萬塊分離 對啊 好來 沒問題是過了就過了 鼓勵到 開始要申請建造了 結果 來 對不起 你雜像執照過程裡面 所有的水保計畫 有的沒有的 可從亡一次 花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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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花來給政府 還是花來給 發言 不是 畢通發這水保計畫 當然是那個 水保計師店 對啊 新代的時候 他也要花給工會去新代 對啊 工會就是 土木計師工會跟水保 還有水保 輪流嘛 對啊 抽籤 這個案子是給誰嘛 十八萬嘛 十八萬 十八萬嘛 要簽十分嘛 你還簽十分嗎 新代的時候要簽十分嘛 當然要付一下 付一下 就是吃便當的錢 沒有差 對我來說 沒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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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 我們過了 常常說 十八萬的 說自己 再加建築簽證 那些 結合自己簽證 所以說 基本小徒科 沒有這個用心的問題 不解決 沒有用心的問題 就不解決了 簽下去 也是有一些 所以說 吉書也是 叫簽 吉書簽名 吉書頂上 有用心 沒有用心頂上看不見 對 家裡倒了的時候 也知道 認證那個簽名而已 是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這裡說這個 我以前也想 媽咪給人看 這個要這個要 這個要專業 到那裡覺得 媽咪到那裡 也在說這個 有一個可能 因為現在建築業 也差很多外勞 所以那個 股份你跟他說 要怎樣怎樣 白的時候 他股份是 聽不懂 沒有人去監督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好 現在的公主監督 現在用建造 有一個可能 夠了 現在建造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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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建築師 但是 公投如果他本身 他對那個 延寢度不夠的時候 那時候那時候 那就不行 那就是會 比如我一千萬的 一千萬的 建築設計跟建造費用 研究你本 設計美容 差不多八百 對 建造的能霸 能霸 他說 你重點建造 什麼叫重點建造 一國會來看一次 對 他的建築師現在就這樣說 一國會來看一次 對啊 建築師說 哇靠的你來 哇你近一邊 我就再兩萬塊 你看的技術 對啊 建築師 自己又經過 還說重點建造 他說我設計 一天這個建築師 他說自己是重點建造 如果 你如果每天叫我來 來 再加碼 這個檢俱的 這個檢俱的事情 你一個位要去 拿回去 拿上去 有 вещи 電話 toll 錢 一個公共工程設計會大概3%到4% 建造會是5%到6% 是超過設計會喔 你現在在他講的 建築書沒有去 建築書你現在設計會有2到6%嗎 這樣差不多有 不可能6%6%是大塊的 大部分類都是設計會 工程會的而已 你如果要再建造好 我也沒一個建造會 現在他叫做什麼 建造嘛 建造嘛 設計建造 設計建造會 所以他現在就剛才想到他講的 建築書講的 他就變成這樣 那現在你剛剛講的 說好 讓傑若基斯多做 對 沒錯 我覺得很好 因為傑若基斯在安全方面 一定是給建築書 理論 清楚嘛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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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清楚 那你要傑若基斯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一定要給傑若基斯分到更多的資源 對不對 但是資源從來來 他都要購買 業主來 業主來嘛 業主願意願意願意出這個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好 那其實我認為這個問題 當然這一定要往這個方向改 沒錯啦 這一定要往這個方向改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如果說地址標 報告也可以用未來 對不對 簽證也可以 我人看就完了 我給你賣就好了 我給你搶就好了 我給你搶就好了 所以是有文化性的問題 你是文化性的問題 現在是最大是文化性的問題 你就像現在去那個 建議的農舍 叫做工具室 對啊 農具室 農具室 我說一下我發現的人說 你搶一個錢喔 我幫人家去幾天啊 對啊 我想要如何錢我當然去啊 日本有這樣的現象嗎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啦 台灣全世界就是台灣 台灣以前甚至還有什麼 連醫生都可以借牌啊 現在是不到啦 現在因為生活什麼不到 你請問要講藥房 藥房 藥房那借牌是那個 很這個 那個是很那個 但是以前在鄉下很多醫生有借牌 現在不行啊 既然藥房借牌都有辦法把它改到不行 那現在當然可以啊 建築師啊 那些 你們的其他的專業證照 現在的一個建築 人家說 工有建築品質是OK的 這表示說工有的建築是強很多 對 對 對 可以說叫不來 對 那另外我再舉一個例子 以前我們建築人去做藥房借牌的時候 他就很嚴格很嚴格很嚴格 所以你在最後燕收他們只是一關啦 先前也有很多關 你就是可以 我是縣長 我就親自拿著講那樣去講 我想很多這樣的弱實 就是一種 一間的住宅 他就 民間建築 我想這一項還有一些相反 我想剛才剛才說了很多 文化啦 專業的問題 對啊 可能我們後來要準備結束了 還有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要再說話 好 那你你要不要再 還是我們另外有其他議題 另外再討論 好啊 也在討論 謝謝謝志成的專題 其實看起來他的很多資料已經呈現 當作立法的參考 當作立法的參考 當作就像提案的吧 有幾個委員有提案的 對對對 所以這樣看起來 所謂的栽養防救法 就有更好的改進的版本 已經進入了一樣的 這次給的條例比較多 好像還是有多加 就是前面我們看到有簽的 好像比較在那個 就是特別條例加進去 我想意見再審查 再去調整跟匯整 當然可能還有一點變數 一些文字 不過最重要是 他的精神跟最後當然 能夠兼顧大家的利益 但你不要過分 瑣碎 農場跟重複 這些立法上的體制上 不會有一點 我看應該是 你結束了 來 那謝老師你還要說 說一個 最後的一兩分鐘的結束 好 好 我們看到謝老師 一個很感謝的鼓勵 他真的是一路這樣走來 所以對我們今天這種 台南的常認為 如果講規模或案子 其實看起來不是像 以前那個921 921是1999年 16年前 不過看起來 台灣可以看到很多 整體營建的問題 我如果用一分鐘我自己 其實防止倒 傾穴 歸類 都沒關係 可以倒出來 或是慢慢地倒 最嚴重的這種 叫做粉碎性的整個的破壞 噴著整個瘦的人 抵到什麼 二樓變一樓 那真正的設計 真正的設計 它有一個是讓梁 彎曲或稍微變形 人一看 發想快點離開現場 另外一個設計上是 梁可以垮 柱不能垮 柱強而梁弱 不必讓梁不要設計得很強 那當然再來還有 所以這種柱子一垮 一樓變二樓 那些人 抵到一樓 我們其實設計的扣等 設計的規範有這些 它可以讓柱很強 但是梁比較偏弱 你鋼筋擺太多也不行 因為你要讓梁 要變形的 優先變形 我不要讓柱子優先的 混碎 其實這個都是有扣的 有所謂的那個設計規範 這個真的是太慘了 其實那個是 還有很多是設計跟時空的問題 我告訴你 那我們今天就再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是這樣說 你看1999到現在 16年 那我們會不會就是說 我們災難的頻率會更緊密了 因為我記得以前那個什麼 白河地震啊 那都是很久很久的 它有了適用100年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到 這個地震的這種傷害 然後它的那個頻率 說不定會越來越高 然後我們人這麼多 所以一個災害 它的那個受傷 或者是說財產的上市 可能會不會更加的嚴重 那我回答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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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沒有發生過 發現的斷層 我就說 不用想那麼多 我告訴你 肚子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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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說 你說 你說這個什麼 摘的那兩個 有沒有 有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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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政府聽到這裡有什麼 NG要那麼多人 有的搞 這房災 減災 有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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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如果我叫你們出門 要休息 過了 那時候 沒有發手機 有的搞 當然我這個 輸運論 我已經說 剛才說 剛才說 因為他現在說的 你想不太多錢 一直成功 到現在 有 整個 一直成功 你看 整個災害後重建的焦點 就沒有放掉 好一段 好一段 還沒開始 再去救災 就在公監討 不是不對 整個都沒有問題 整個都沒有問題 先人到那裡 為別人 他既然說 我們你要怎麼 防止衛兵 這些 都變成狂 發明了 他說 既然跟老闆 我說 這個二段 我就 持續到三月 四月 我說 台北這個社會比較多 我看是他就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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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次 沒有人灌 就沒有人灌 就沒有人灌 那就皮皮了 皮皮了 所以有開始 你說 你們以前 你們以前 那個浪地 超人 我們頭幹 有人的地方都是 土壤一發區 整個大 台南北部 古早的台江內海 就倒風來 整個都 整個本來就都害了 你怎麼說 那個 那個 基隆 基隆 沒有太厭 你不是說 以前 基隆和結婚 其實怎麼 那不太厭 要關心什麼 是台南 這個 台南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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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剛剛老師講的 那個教育其實很重要 都會教 教育都是基礎 都會教 都不知道 我以前說台南 叫你去桌子 那都不對 我現在 沒有人 現在是 有要教 有的人 我常常問 我 大家說台南 我都問一句話 我問你 你有人家的人 有說 現在發生台南 你要去哪裡 沒有 沒有 你又要去哪裡 我們那裡有那個 公園 你有沒有要去 我問你 我們甚至還說 各自 那個基礎背包 拿著就走 不要去等誰 不是啦 我現在是說 台南的背包 我現在是說 每一個人自己的床頭 像你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你家裡有可能在台南 你有找 有說一個所在說 幾個 我們要等多時就等 當然是 一半 第一的時間 我們趕快打電話 就結果不通 我說 就在夜的時候 我人家沒有去台北 我就問你一個 簡單的問 你們 講幾話不 你們有收藥 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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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散的時候 大家要幹嘛去集合 我們是有講說 去那個房宅公園 這樣就太多了 對啦 好啊 在這 對 所以這可能是 平常的 教育也是真的 我 我 一個朋友 很有名 我不要說什麼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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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楚 我們後來跟我們聊天 不過 我講 我們還是座談會就到這裡 謝謝薛老師 還有 茉莉 陳委員 剛剛 陳毅伟 那個天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然 等待會後面